西门和伊斯兰党执政的多个州属 究竟会不会解散 目前充满变数 不过雪州政府已经是获得了苏丹预准 不同步解散 那如果没有变动的话 意味着雪州选民在全国大选 只需要投国席一票 国中分开选举 对选民来说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 马上去听听他们的新声 雪州大臣纳都斯里·阿米鲁丁 早前多次强调 雪州州议会不会跟随中央不法解散 不过做决定的是州政府 但投票的可是人民啊 记者今天走访巴达林在野一带 就发现一般小市民 对于要分开两次投票 是觉得有些麻烦的 不过他们还是愿意履行公民责任 出门投票 麻烦要选两次 要走两次 如果一次的更加好 虽然是麻烦 可是还是会 投票每个都要投啥 马来西亚公民肯定要去投了 嗯 会觉得很麻烦吗 不会 不会 很方便啊 我们坐车来就到了 我有一年我下大雨我也是去啊 我拿着雨伞我也是这样子去啊 纵然国州选举不同步 并不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 但有受访者就抨击 这么做浪费钱 不过还是有受访者赞同先选国再选州 这样在稍后登场的州选举 选民就可以先评估新任国会议员的表现 可以 因为你看啊 现在谁选国嘛 然后再选州嘛 你国看他们做得好不好 再选州 你要不要给他们就是这个问题罢了嘛 国州不同步是西盟早在国会解散前就坚持的立场 因此有部分受访者认为西盟不应该改变立场 西盟三个州属不同步解散的立场 会否优转还是未知数 但雪州大臣早前已经再三强调 不会同步解散雪州议会 八度空间林小倩 雪狼儿八打零在野报导 爹另一边 别人想要打零 19 ur很少 一块arshall 一块富四 乔 二 感谢观看